Yo what's up 阿宝之Eas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咱们一起来评测一下我面前的这一双Premium Boots的Air Force One 其实呢今天刚刚拍不过这个一周七月开箱也是介绍过这双球鞋 好那今天呢咱们更注重讲一下这个品牌的历史 包括呢做一些上脚的穿搭给他看一下上脚的效果 Premium Boots这个品牌呢其实是Jennifer Ford呢在2004年创建的一个品牌 据他本人所说呢当时的休斯敦球鞋文化呢还并没有蓬勃发展起来 本地呢也没有什么这种鞋垫 也是造成了一个契机他为什么要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鞋垫啊 那他呢其实对自己本人的介绍呢是female entrepreneur就是啊女企业家 他所创建的这个品牌呢也主打像这种时装啊球鞋以及珠宝 那就在最近呢他也是拿到了一个机会啊能够跟Nike做合作 出一双啊为女性设计的球鞋啊就是我面前的这双Air Force One 我一直讲球鞋啊首先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呢是这个sneakers其实翻译过来就是球鞋 那现在的球鞋定义呢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窄意了 只指这种实战的篮球鞋 好多网站呢包括new balance啊把这些鞋呢也都放在他们的这种sneakers的发售网站上 同时呢这个Air Force One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曾经也是一双篮球鞋来的 所以这个鞋呢管它叫球鞋也没有什么毛病 那作为一个女企业家呢她是一开始设计的思路呢并没有选择啊 一定要代表自己本地的城市啊代表休斯敦 她所选择的呢是看看能不能把西海岸东海岸所有的文化呢都考虑进去啊 同时加一些女性的元素 她首先所想到的呢就是珠宝 然后呢她就走进了自己的这个衣柜啊看看自己所有的珠宝 她最喜欢呢就是上面这个钩子上所拥有的材质啊就是Bseize 那像这种Bseize呢其实就是手链上那种小的串珠 那其实这种东西呢在好多国家或者文化呢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可能上千年了 就她本人所说呢也是代表了一些土著啊或者是当地的文化 配色上的选择呢采了这种黑白加上铜的颜色啊给你一种珠光宝气的感觉 但是说实话呢这个材质确实塑料了摸起来呢还是比较廉价 那可能呢我是男生自己平时喜欢的首饰呢都是这种金属质地啊 比如金的银的白金的这种 那我问了一下我老婆其实女生真的带首饰好像质地也没那么调啊 她有时呢也会带这种比如说塑料质地的首饰啊或者是麻绳啊编织的这种 主要还是看颜值啊所以说这双鞋的颜值上来讲呢确实能够给你提升一些这双鞋一些奢华的质感 也是她本人呢所追求的一点 好另外一点要说的呢就是上面的皮质了 那这次呢采用的都是一个权力之吻啊 而且是非常非常柔软的皮质 也是为什么呢我一开始以为这双球鞋就是一个premium 那仔细看一下鞋盒上面的标呢 其实它是一个SP系列 那有看过之前这个Dunklo收藏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介绍过啊 球鞋后面的label每一个系列它的意思 好我看了一下这个鞋的产地啊是越南产的 之前的好多朋友就吐槽越南产的球鞋这个质量非常差 但现在不得不说啊 这个越南产的做这种special project的鞋呢上面的做工也完全没有问题 你要硬要找瑕疵呢上面一点点的这种小线头呢也是存在的 但至少没有这种走线走歪了或者皮面上有明显的划痕啊一跤啊 这个我倒没看见 那这种鞋它真实的名字呢叫Sophia Sophia呢其实是她的大女儿啊 也是一个呢非裔拉丁美人啊就是非洲和这个拉美裔的混血 所以上面选择的皮质呢就是黑色跟棕色 这个不是我乱说啊 确实她本人呢在这双鞋的宣传视频里所讲到的 那与这双鞋同时出的呢还有另外一个配色叫the bella 明显呢这双鞋上面所提供的这种奢华的质感啊 或者配色上呢也相对更沉稳一些 也是为什么呢我入手这双球鞋的原因 好整体颜值上来说呢我可能会给一个7分到8分 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那质感上来说呢不用多说绝对是8分以上的高分了 穿搭属性上来说呢我平时可能不太会把这双球鞋呢拿出去 因为确实我的球鞋也比较多 这双鞋呢反而我会拿来上班穿啊 主要是因为它配色的百搭性以及上面的质感 毕竟是一双女鞋 所以上面的女性元素呢也会体现的多一些啊 比如说这个Swoosh 那我去他YouTube宣传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呢简单翻看了一下 喜欢这双鞋的呢多数也都是女性 个别有几个男性的评论呢 也是说你能不能出一双男鞋 觉得这双女鞋设计的还是非常好 如果能设计一双男鞋的话就更棒了 好配件上来说呢带了一条黑色加上另外一条白颜色的鞋带 而且呢也都有这种金色的金属鞋带扣 所以品牌诚意上来说呢首先配件是给充足了 另外这个鞋盒呢也是有一定的特殊设计的 也不是一个普合 所以我可能呢会给一个7分到8分 那些人呢问我这双鞋的最佳入手时机 首先你最低点呢肯定是最难抓的啊 我不觉得那双鞋会有一个非常高的在售价值 所以现在呢如果你已经觉得价格跌到你的心理价位了 其实就可以入手了 舒适性上来说呢鞋底呢没有特别大的改进啊 鞋垫呢踩起来应该是比其他的普款要好一些啊 但整个这个中底和外底呢还是绑绑硬啊 尺寸上来讲呢我穿的也是初度size 好综合评价而言呢这双鞋应该是一个65分左右的鞋 我的推荐指数呢可能会给到6颗星 好视频的最后呢我们再整体来看一下这双球鞋的上脚效果 好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面内容 那我也是呢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像这种详细评测的视频呢 一定要拿到实物再来给大家做拍摄 而且尽量的做一下上脚啊或者是衣服上的穿搭 希望呢能够多给大家提供一些购买的建议 当然呢当一些球鞋呢值得讲一讲故事的时候呢 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好的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我们take easy peace 我们下期待 在第三个 organization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下期视频 性 我们下期待 翻 unless 我们下期待 angular 人的 lubric 感谢观看